點半天山區日月星光小區門前的百姓市場熱鬧起來 芒果 菠蘿 羊角蜜等石令水果琳琅滿目 服飾 玩具 生活用品應有盡有 過來轉一下 這挺好啊 最起碼的你想要什麼 一站式的都可以買到 我們就不用走太遠了 又是會又方便 日月星光百姓市場是一家新開辦起來的市場 共有170個攤位 主要銷售服裝鞋帽 日用百貨 乾鮮國品等百餘種商品 前期經過社區摸底 主要為就業困難人群 低保護 殘疾人等免費提供攤位 開業以來每天的人流量近5萬人次 今天第一天 買了一些新鮮水果 我是河南的 在來烏鲁木齊有七八年了嘛 感覺烏鲁木齊挺好的 又給我們開放這個市場 讓我們去做點小生意 近年來 我是通過創新交易模式陸續開辦百姓市場 利民好物分享集市 便民商品交易市場等 以免費的攤位 平價的商品 實現便民 利民 匯民 成為我是促進消費的系列重要措施之一 北姓市場是為了 完全是為了便民就業的需要 然後呢 和原有業態的我們兩邊的 商業門店呢 起到一個互補作用 確實讓北姓市場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如果說 百姓市場讓市民們的生活忘了起來 那麼 剛剛過去的清明節小長假 無疑是讓旅遊市場火了起來 清明假期 大巴扎步行街迎來今年旅遊季的 第一個高峰 接待遊客量達到18.39萬人次 為了更好的打造文旅融合 大巴扎步行街的產品 今年有了全新的升級 美食街裡的新疆經典美食烤肉烤包子 加上新增的黑抓飯 乾果茶等網紅產品 讓天津遊客陽光暫不絕口 從工藝品那一條街一直溜到了美食街這裡 這一路體驗還是很不錯的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小吃都比較豐富 而且人呢也特別的熱情 覺得新疆的發展更繁榮 更穩定 大巴扎美食街經理朱文斌介紹 目前大巴扎美食街有25家商戶開門營業 隨著天氣回暖 客流上升 接下來的五一假期將迎來又一個旅遊高峰 我們在這個技術上會做了充足的準備 我們對美食進行的升級 然後做一些產品的一種延展 讓遊客能嘗到 還有咱們顧客能嘗到更傳統的新疆口味 在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我市旅遊餐飲等消費市場 正在恢復往日的生機和活力 數據顯示 今年前兩月 自治區消費品市場呈現加速回升的良好態勢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501.45億元 同比增長54.9%